有一个60岁的老头儿吃了药以后与妇女发生关系 随后猝死在野外的草丛里 家属不知情竟然把对方告上法庭索赔109万 你说这事儿玄乎不玄乎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也是发生在江苏昆山的那么一个真实案例 事件发生的事件是2021年的6月的某一天 这天也是突然有那么一个小伙子 就拨打了那个求助电话就说 警察叔叔你们快来 我这儿急需救助 有一个老头儿躺在这个水库边上的这个草丛里 现在看起来不行了 接到这样的电话 工作人员也是火速前往 可是来的时候仍然慢了一点 这个老头儿已经撬辫子了 已经驾鹤西去了 发生这样的事件 这个工作人员肯定问这个小伙子 你拨打了电话 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小伙子呢 一时之间支支吾吾 说半天说不清 于是工作人员就对这个小伙子说 如果你要是有所隐瞒 或者说包庇 那好你是要负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这个时候 这小伙子呢 才把这个前因后果说了一个遍 原来啊 这个小伙子呢 他是受自己姑妈的那么一个委托 而不说他自己想要打 这个小伙子的姑妈给这个小伙子就说啊 他和那个老头儿呢 之前是发生了关系的 事后呢 这个他姑妈就要回去 这个老头儿自己也是表示啊 我现在呢 头有点晕 让我在这个地方呢 先坐一会儿 让我缓缓 我随后呢就回去 小伙子的这个姑妈 当时也是看这个老头儿啊 情况有点不妙啊 而且这个老头儿啊 当时也是晕着晕着 就要快倒在这个地上了 甚至这个小伙子的姑妈啊 还给这个老头儿呢 做了人工呼吸 甚至掐人中之类的 但是呢 这个老头儿后面 他又缓过来了呀 又坐在这个小红毯上 就说缓缓缓缓 多坐一会儿 随后呢 小伙子这个姑妈呢 他就回去了 但是回去以后啊 他仍然是觉得呢 心有忐忑 于是呢 又叫这个小伙子 代替自己呢 前来看一下 小伙子第一次来看这个老汉的时候啊 这个老汉呢 当时还坐在这个水库边上 那个小红毯上 当时也没有很大的一个意外 于是呢 自己就回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小伙子的姑妈呢 再次打电话 让自己呢 前去查看一下 就说呢 这个情况啊 心里好像觉得呢 有点不妙啊 小伙子也是觉得这个情况啊 自己有点拿不准 于是叫上自己的姑父 一起前来查看这个情况 于是呢 就爆发了 拨打这个求助电话的这一幕 说到这儿啊 小伙子的姑妈 那当然是整个事件的一个重中之重 当然呢 要请来询问一下 这个到底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说这个小伙子的姑妈呢 也是就来到了那个派出所 讲述了他和这个死者的那么一个前因后果 原来啊 这个老头叫孙松 是当地人 住在江苏昆山某地的一个高档小区 而自己呢 曾经也是农村里出生 后面来到这个昆山以后啊 开了个石杂店 然后呢 又开始卖这个茶叶 后面也是有一次啊 这个孙松呢 就走到了这个小伙子的姑妈 陈某这个店里面 他也是一看啊 你这个店的茶叶还不错啊 我们家啊 可能也是经常呢 要消费一些相关的东西 要不呢 我以后呢 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啊 有生意上门嘛 这个陈某呢 也是喜笑颜开 对不对 那自然好啊 后面啊 这个孙松啊 也是在这个陈某店里啊 购买了多次 于是双方啊 也是留下了自己的那么一个联系方式 以及微信 两个人 随着这个交往的争夺 当然呢 这个双方也是越来越熟悉啊 突然有那么一天 这个孙松也就给这个陈某说啊 我知道哪里的比较好玩 要不呢 咱一起出去玩一下 这个陈某也是想啊 既然都这么熟了 于是呢 就跟这个孙某就出去 就说出去转一转 这个孙某啊 就把这个陈某 带到了那个野外的那个某一个小树林 这个时候啊 这个陈某呢 可能心里呢 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情况的 但是啊 随着这个陈某就对这个陈某说啊 我呢 是要经常关照你家生意的 哎 不要这样那样的 对不对 你如果想要做好自己的生意 你还要想继续做 对不对 大家还是朋友 怎么怎么样 你就懂事的 当然啊 这个陈某后来呢 就半推半就的 就发生了这个事件 尽管他自己觉得呢 有些不妥 但好歹也算是默认了 毕竟对方也没有强迫他呀 所以说后面啊 这个孙松啊 就和这个陈某 形成了事实上这么一个情人关系 两个人你说 发生这一次以后 那第二次以后呢 自然就更加随便了 就是今天所出事的这一天 这一天啊 这个孙松呢 又给这个陈某 就打电话了 就说啊 你今天什么什么时候 哎 你带上什么东西 哎 然后呢 我会带上一些东西 我们呢 在老地方去相见 这个陈某也是知道啊 既然都给自己打电话了 对吧 该干点什么 心里呢 也是有数的 毕竟嘛 都是成年人 所以说呢 他们就按照约定的时间 下午三点十五分 就到那个老地方相见 这个孙母啊 也是准备的很充分 当天呢 还准备了一个什么 小红毯 以及什么 矿泉水啊 小吃啊 然后骑上他自己的那个什么 小摩托 哎 于是就出发 到了本文当中 所说的那个水库边上 到了这个水库边上以后 该干嘛就干嘛 三下午村就没了 对吧 但是啊 你说这没了就没了嘛 这后面这脑腿身体啊 就出现了那么一个比较异常的反应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陈某就说啊 你这有情况没有啊 这个孙母也是就说啊 我这个身体对不对 棒得很 你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你有事啊 你就先回去 我在这儿呢 先缓一缓 所以说这个陈某呢 后面有事就先走了 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啊 按常理来讲 不应该会出人命的呀 六十岁这个年龄啊 说小也不小了 但是你说多老吗 也应该不算太老才对呀 干嘛出现这样的事件 最后还一命呜呼了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孙松的家人 才对这个工作人员说 原来自己的老父亲啊 一直以来呢 有高血压 自己甚至随身呢 会带上那个什么 小药片 专门防止这个高血压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情况是啊 自己的父亲和这个陈某 两个人形成这个情人关系以后 不知道他是为了好好表现自己 还是什么原因 于是呢 自己吃了那个什么 大力丸 你说这样的药啊 作为这么一个老人家 你应该吃吗 按道理不应该吃啊 所以说最后的事件啊 就出现在个什么 不应该当中 吃了这个什么大力丸以后啊 老人家最后 神情亢奋 最终一命辜负 孙孙的儿女啊 于是就觉得呢 这个情况啊 是与这个陈某你相关的 所以说你啊 对我这个父亲的死 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还有一个啊 事发那个水库地啊 离那个医院啊 仅仅只有两百米 两百米多近啊 就这么近的距离 你呢就没有尽到这个 这个救护的那么一个责任 所以说呢 要向你索赔 一百零九万 你说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啊 陈某啊 也算是皇天的冤枉啊 自己为了一点点生意啊 不仅仅牺牲了设想 甚至呢 现在有人还要索赔 一百零九万 这个事情当时最后怎么善后呢 最后经过相关部门的那么一个研讨 就觉得啊 这个陈某呢 救助有所不利 赔偿这个总金额的那么一个百分之十三 承担一个十三万多的那么一个赔偿 这个事件才好歹有一个了结 发生这个事件以后啊 这个陈某这脸也算是丢尽了 这个老头倒是快活 这一下呢 又没有任何痛苦 就到了西天的极乐事件去了 但是发生这样的事件啊 我们仍然是觉得呢 特别的让人惊讶 首先第一点啊 这个大妈呀 陈某啊 你为了一点生意 然后数次牺牲自己的这个摄像啊 这值不值这个问题呢 有时候就不好说了 如果别人觉得不值得 但是你有可能觉得值得 毕竟啊 这个老头呢 他每次还要在你这买那个什么 数额不小的那个茶叶 你说其他人每次呢 买个什么几十块的茶叶就不得了了 但是呢 这个老头有可能呢 就会买个什么几千块 甚至上万块 所以说呢 你就觉得啊 要把这个老头赔好呢 也算是不太过分的 那么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事件啊 也算是见仁见智的 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终归来讲啊 我们都知道的 这种事呢 也算是见不得天日的 也算是违背什么 公序良俗的事件啊 最好呢 还是少干 或者说就别干 然后我们说说这个孙松啊 六十岁这个年龄 我们说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 你们这一辈子啊 按道理来说呢 是辛辛苦苦一辈子过来的 从自己出生到年幼 到长大 这一辈子啊 你们苦呢 是没少吃 从那个时候 肚子都吃不饱 到现在对吧 你有那么个财力 去经常购买那个什么 高价茶叶 这是你经济生活 日渐充裕的这么一个 切实反应吧 所以说呢 你这个日子啊 也算过得不错 但是呢 你既然有这个病啊 你何必一定要吃那个 对吧 吃那个大理王药呢 什么事情啊 都不要强人所难 还有啊 自己也不要勉为其难 你勉强别人也不好 但是呢 你勉强了自己 落在个这样一个下场 最终如何是好呢 留给大家的啊 以及自己的儿女的 到时候啊 你这个死因怎么写 我看都是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 我们说发生这样的事件啊 这背后的原因是啥 说句心里话 我是觉得呢 应该是我们整个国家 就是说这种老年人的 这个精神生活 特别的匮乏 因为我们今天的中国呢 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的 这么一个社会 老年人在我们这个 社会生活当中啊 占据很大的一个比重 很多的老年人 由于身体 以及其他各种原因 最后造成都是 一个人独居 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呢 老人家也有情感 老人家也有自己的 一个感情生活 你说你俩 如果真的都是单身 喜欢那就娶回家呀 但是呢 你俩形成这么一个 不被大众所接受的 那么一个情人关系 你让这个小伙子 这姑父啊 脸至于何地呢 你现在倒是这么 一命呜呼了 但是啊 留给这个 陈女士的这个情况 这个脸啊 可有点不好担待 有那么句老话吗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啊 这个意外事件的 这么一个爆发呀 你让人家这以后啊 到底是咋活 这还真的是一个问题 该发生的 不该发生的 总之呢 它还是发生了 我们只是说呢 世走安息 生走呢 节哀 至于这结果 嗜苦嗜甜 我想呢 都只有留在这个 当事人自己呢 慢慢去品尝 好了朋友们 关于这样的事啊 你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 留言评论 喜欢没有的话点点关注 好的谢谢大家